防疫计程车司机不为天气炎热 穿着全套防护衣 背着消毒药水 仔细为车辆进行大清销 坚守岗位 肩负载送居家照护 及重重症确诊个案的重要任务 疫情升温 新北市防疫车队出勤量大增 平均单日出勤载送超过800趟次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前往板桥江子翠的防疫车队清销站视察 并资政威绕品 感谢这群坚守第一线的防疫英雄 新北市的防疫车队出勤车队 准备了314辆 每天线上180辆 还有包括10辆附冠8次 在这个时间每天将近要运送800趟次 已经累积达到14万点4万次 在新北市确诊个案是不但善失的过程当中 我们防疫车队 要父亲监护所有居家照护 以及中重症 这些确诊个案的载送 他们非常的辛苦 侯友宜也呼吁市民朋友 自行快山羊或非居隔居检者 可以自行送医 或又亲友载送裁检 将防疫计程车留给居家照护及中重症确诊的人 非机格极检者 拜托市民朋友 自行送医为主 那叫防疫计程车维护 当然以防疫计程车的车辆 没有办法去为快山羊来做完整的服务 所以这里我们希望 我们的防疫计程车队是用在我们居家照护 以及我们中重症有需要的量为优先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 市府十分注意防疫车队驾驶的健康安全 加强版防疫计程车队驾驶 一律接种三剂疫苗 并特别成立清销站 聘请专业清销人员 处理载送后的车辆及驾驶的消毒工作 清销站也提供驾驶调度及暂时休息 让第一线抗疫的防疫计程车队驾驶 减轻压力 执行更安心 记者伦宏车访报导